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外交部要求朝鲜半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 日本大地震两周年后仍有30万人无家可归 何阴影挥之不去 日本灾后重建 困难重重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新闻节目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今天在出席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全体会议是强调 全军要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 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 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 我们来看报道 习近平认真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 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听党指挥是灵魂 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 能打胜仗是核心 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 作风优良是保证 关系军队的性质 宗旨 本色 全军要准确把握这一强军目标 用以统领军队建设 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 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要助劳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 坚持党队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不动摇 确保部队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要扭住能打仗 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 强化官兵当兵打仗 带兵打仗 练兵打仗思想 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 抓准备 确保部队照之旗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作风优良是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 要把改进作风工作引向深入 贯彻到军队建设和管理每个环节 真正在求实 务实 落实上下功夫 夯实 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 这个强军之机 保持人民军队长期形成的良好形象 习近平指出 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努力实现复国和强军的统一 进一步做好军民融合式发展 这篇大文章 坚持需求牵引 国家主导 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 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立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 把军费管好 用好 使国防投入发挥最大效益 要弘扬雍正爱民 雍军优俗的光荣传统 开展军民共建与和谐创建活动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加强国防教育 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使关心国防 热爱国防 建设国防 保卫国防 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 第四次全体会议 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 当选全国政协主席 会议同时选出 二十三位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们是 杜清林 令计划 韩启德 帕巴拉格列朗杰 藏族 董建华 万刚志工党介 林文一 女 罗复合 何后华 张庆离 李海峰 女 苏荣 陈元 卢展公 周小川 王家瑞 王政伟 回族 马彪 壮族 齐旭春 满族 陈小光 民盟界 马培华 刘晓峰 王秦敏 会议选举张庆离 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并选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299名 会议于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根据全国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选举办法 大会选举采用吴济明投票方式 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采用等额选举的办法产生 候选人得到的赞成票 超过全体委员的半数为当选 15点40分 投票开始 整个投票过程持续了大约26分钟 计票完毕 工作人员宣读选举计票结果 选举结果表明 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共323名候选人得票 均超过全体委员总数的半数 全部当选 选举结果宣读前 十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到大会会场 对新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即将产生 表示祝贺 当会议主持人宣布 余政生当选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后 贾庆林与余政生热烈握手 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现在播送余政生